高雄榮总达文西手术病例突破有2000例了 那么其中的外科部主任于佳正 执行泌尿科的手术就超过有600例 不仅手术的种类多样 还有独特的手术技巧 获得了原厂认证取得指导医师资格 那么榮总也宣布成立高屏区 唯一的达文西手术观摩中心 高雄榮总外科部主任于佳正 接下达文西手术观摩指导医师的认证标志 而医院也正式宣布成立 高屏地区唯一的达文西命令外科手术观摩中心 高雄榮总在高屏区是唯一的公立医院 那公立医院的话当然负责有配合国家政策 还有提供民众最优质的一个服务 那在高屏区的话 目前达文西的观摩中心我们是第一家 所以去成立这样的一个观摩中心 让民众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 也让一般想要学习的人 不管是在台湾 还在国际上想到高屏区来学习的一个学员的话 都可以到高雄榮总来做学习 高雄榮总引进达文西机械手臂之后 至今完成了2000例手术 而其中外科部主任于佳正 执行泌尿道达文西手术就多达600例 甚至还独创摄护线披风保留的摄护线根除手术 精准为创缩短患者的术后恢复期 机械手臂等于是整合 因为传统的副枪镜 你必须要用双手去操作 那机械手臂就是又可以整合机械 那你医师是坐着 一个符合人体工学 第二个它的镜头是3D立体 那可以放大到10倍到12倍 那这样会比较清楚 而且它不会震战 有时候我们这个一紧张 可能手会抖 它等于是可以 它可以把这些震战 器械为震战会把它过滤掉 那当然主要是伤口小 病人疼痛少 自然恢复各方面就会比较快 成立高频地区医学中心 唯一的达文西面料外科手术观摩中心 不仅增进医师的手术经验 也让台湾的医疗技术 可以跟国外相互交流 我面对的是一个国际人士 以后这个大家就可以在网站 上看到 可以直接如果说我是在巴西 想来台湾学某一个手术 认为高雄农总这个做得比较好 所以说他就是可以从上网去申请 政府有些南向政策 那我们前一阵子也都跟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有签订一些合作协定 那事实上他们应该就可以 趁这个机会到我们这边来学习 可能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法 达文西机械手臂价格动辄上亿元 目前高雄荣总仅有一台 但随着病患人数增加 加上多项手术已经纳入健保给付 荣总考虑争取经费再添购一台 来加汇更多南台湾的病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